恭敬法師 阿悲開示 尊敬的主義同修 主義護法 大家祈祥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在借這個共修的時間 來跟大家解個法緣 我們學佛 佛陀在世的時候 常常勸導我們 你一定要把這個人生 看透 看明白 就是說 你能夠把這個 一座 事實的真相 一座 事實的真相 就是無常的意識 能夠看清楚 了解 那 了生死 出三界 你一苦 得了那一種心 那 就非常的恳切 那如果用這種心 來念這句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那很多 成就的人少呢 就是 因為沒有把這個原因 把它看透了 看明白了 所以 對人 對事 對物 殘忠 嚴重的执重 那就是放不下 所以 為什麼 現在啊 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就是這個原因 那明明知道 這個人生是苦 但是我們又不想離苦 所以釋迦牟尼佛啊 常常講見當中啊 稱呼我們是什麼 可悲 可憐名詞啊 那這一句話是對誰講的 對我們 對你們呢 也包括對我自己本身 你是不是很可悲啊 真的很可憐啊 你看我們生生世世 五量劫以來 都在這個六道打滾 五量劫流浪啊 自己還不想離苦 你說可悲不可悲啊 很可憐啊 所以尊敬的 最统修大德 今生 我們得人生真的不易 你要把這個人生看透了 真的是無常 所以我常常在講啊 我們這個念佛啊很普遍 真的很普遍 很多人對這個 很多人對這個 也容易相信淨土 但是真正做好往生的準備 多不多 不多啊 很少啊 真正做好準備的 不多 一萬當中可能找到一兩個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等下晚上回去 洗個澡 吃個晚餐 準備睡覺了十點鐘 突然間阿彌陀佛出現在 在你的面前 告訴你 阿宅 我現在帶你到往生西方解的世界 要不要 可能你會嚇了一跳 可能會跟釋迦牟尼佛 跟阿彌陀佛討價玩家 阿彌陀佛 能不能再給我三十年時間 我現在還年輕 啊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特別是我們這個道場 剛剛起父 很多重視 很多人需要我來做事 來為他們服務 再給我等我三十年 可不可以 你不相信你試試看 你會找很多理由 會跟阿彌陀佛討價玩家 你沒有做好準備啊 因為捨不得嘛 對這個世間的流年 對家親禁属的流年很多 你看那個過去在江蘇 有一對夫妻 她是在政府人員 政府機構裡面工作 退休了六十多歲 她兩位夫妻剛剛認識佛教 又特別認識了淨土 兩個人很用功喔 非常用功 而且發願 將來要同生解樂國 所以每天啊 無論在哪裡 在買菜 在超市 在公園 一去阿彌陀佛很用功 無論在哪一切時 哪一切處 她都很用功 她太太呢 比她更用功 她有一天晚上 她的太太呢 突然間阿彌陀佛 出現在她的面前喔 告訴她 我現在就接你 到西方其他世界 她的太太非常的歡喜 發誓阿彌陀佛來了 剛好她準備的時候 突然間 起了一個念頭 什麼念頭 她的孫女 那個孫女突然間起來啊 剛剛起來 阿彌陀佛不見了 所以隔天早上啊 告訴她的先生 我很後悔 犯了一點點的過失 阿彌陀佛已經難得到我這裡了 因為起了這個念頭 阿彌陀佛不見了 所以我很後悔 她的先生就鼓勵她 也告訴她 我們每天都在講放下放下 嘴上講容易啊 事實上要放下做不到 所以兩個人更加用功 更加努力 沒想到 她的先生先走一步 而且一字十字 站著 站著在哪裡 窗口 拿著念珠 往生了 而且往生之前 留了一封信給誰 給她的太太 這封信的內涵講得非常感動 她告訴她的太太 這五十年的感情 康康可可的 這麼幾十年走過來了 真是能夠遇到佛法 能夠念佛 我非常感恩 所以在這一封信最後 她鼓勵她的太太 你要用功 將來我們同生极樂果 真的 兩位夫妻最後太太 也是往生西方進度 所以尊敬的追同修大德 我們沒有做好準備 那為什麼沒有做好準備呢 什麼原因呢 為什麼呢 你不相信啊 你試試看 如果今天有一天晚上 阿彌陀佛來接你的時候 跟你就 你馬上跟我走好不好 你會那種心 好阿彌陀佛 我現在跟你走 你會不會這樣講 不一定的 那為什麼沒有做好準備 因為大家有時候就想 不急嘛 對不對 慢慢來 不急 阿彌陀佛也說 你既然慢慢來 我也慢慢來 你不急我也不急啊 而且甚至你認為 來生在修 今生我跟阿彌陀佛先借個語言 又聽說這一句名號的功德 不可遂意 借這個音源過來修福德 他沒有想到 我要往生西方解決的事情 他想要修福而已 但是尊敬的 至於同修大德 我們今天能夠跟西澳有言 那師父就做一個 用一個心 真誠心來提醒你們 如果你用這種觀念 來念佛的話呢 你會會產中一個嚴重一種什麼呢 悠悠燙燙的心態 什麼叫悠悠燙燙的 就是說今天念佛 我休息兩天 我兩天念佛 我就休息一個星期 還有明天嘛 還有後天 還有下一刻夜 還有明年 用這種的心態 但是你不知不覺 用這種的心態念佛 你已經把這個時間的珍貴耽誤了 而且把你的生命已經耽誤了 我們一定要知道這個道理的 我們常常把我們的時間 這麼珍貴的時間 耽誤過 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每天都在浪費我們自己的時間 浪費我們的生命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時間太短了 生命太短處了 你沒有把握當下 那怎麼辦呢 所以釋迦牟尼佛在彌陀經 為什麼用今現在說法 就是教你要活在當下 把握現在 那為什麼要把握現在呢 你想一想 因為來勢 是不可測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來勢是很難策料的 你將來能不能得人生 也不一定 你能夠聞到佛法也不一定 你能夠遇到佛法也不一定 你能不能今天坐下來 念阿彌陀佛也不一定 如果來勢我們躲在三二道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如果我們來勢升到天堂 那怎麼辦 大家都知道啊 生在天堂 沒辦法學習佛法的 所謂的 諸天太過於快樂 所謂福貴學到難 三二道太過於痛苦 你沒辦法 有這個時間來學佛 所以釋迦牟尼佛呢 教我們怎麼樣 提醒我們 你現在得人生 你現在還有選擇的機會 你在三二道你沒辦法選擇的 你在三三道你是沒辦法選擇 選擇什麼 選擇你去不去 去哪裡 去到西方學的世界 你還可以選擇耶 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 舵在畜生道 他有沒有選擇 沒辦法選擇 還靠姻緣啊 這個姻緣要靠到什麼姻緣 祝緣 如果主人 對他有緣 來幫助他祝念 來對他鼓勵 動物也可以念佛 往生西方學的世界 但是他沒有一個機會選擇 我們得人生還有機會選擇 所以一念之間而已喔 你可以自己的選擇 你去還是不去 都在你一念之間而已 所以今生我們的人生 這麼珍貴 你不好好把握 那真的來世 那很難說了嗎 但是我在一個地方 我提醒大家一件事 大家一定要記住 你今生不到西方極樂世界 你的眼前只有兩條路 不道三三道就是三二道 但是你想一想 地藏菩薩百願經所講的 言福體眾生起心動念 吾不是罪 我們在這個環境 哪一個人能夠避免不造業的呢 你在這個環境裡面 你的身口意 你能夠避免不造業嗎 造了業 你將來你要負責人的 你要付出代價的 所以很難啊 所以從今天開始你要選擇 我去還是不去 所以尊敬他 注意統修大德 明天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都不知道 你看聽說 這個疫情剛剛 剛剛已經改善了 又來一個新的 那個非洲的 又來一個新的那個疫情 這個病病菌這個 這個聽說 這個病菌的傳染更快 你想一想 你生命真的很脆弱的 現在我們還活著 你可以選擇 不要等到你死亡來臨了 等到死亡來臨了 你要來選擇 沒有這個機會 你已經把這個 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這麼無比殊勝的因緣錯過了 這個因緣就是了生死初三節 你把這個因緣錯過了 就好像 過了這個春 沒有那個墊 沒有那個墊 那你可能要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無量節 等到好久好久 你才能夠得人生 要得人生 你能不能聞到佛法 我們也不一定 所以釋迦摩尼佛啊 告訴我們 剛好有這個因緣 這個因緣就好像什麼 就好像一部車 這一部車啊 在走動的時候啊 你沒有趕快把它搭上去 那以後 你要靠著自己走路了 那走多久呢 走很久了 最尊敬的 最童修大的 佛在世的時候 常常告訴我們 趕快覺悟 不要以為還有明天 霍天明念的 剛才已經講過了 來生很難撤了的 沒有一個人 除非你已經 靈心見性大車大武 生死自在了五乖 什麼時候走 什麼時候留 如果今天我們還是反复 那你好好把握這個當下 斷耳修善 多念佛 將來 如果不躲在 如果不到西方極德世界 起碼 你也往三三道去了 不會躲在三二道 因為三二道一容易見去 不容易出來 這個道理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明白 哦 所以你看那個過去 那個有一位法師 叫做武 就修武法師 你看哦 他認識了佛法 雖然他不認識智 但是這個人厚道 老實聽話 他不認識智耶 一生沒有讀過半部經 也沒有講過經 但是因為他沒辦法 不認識智 都是做什麼 做粗苦 就是做那些粗活 粗工 砍柴啊 洗廁所啊 種菜啊 挑水啊 什麼都做 但是他有一個機會 有一個好處 只要有時間 他就念阿彌陀佛 只要有時間 他就不放鬆 啊 有時間念阿彌陀佛 累了就睡覺 他每天就是這樣的 啊 那有一天啊 這個彈虛法師啊 辦這個山壇大街 他來幫助來照顧這些病人 每一天也是一樣的 啊 念佛做工 念佛做事 每天就是這樣的 只要有時間 他就能夠 批命的念阿彌陀佛 因為他知道這個死經無常啊 而且非常難得 能夠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沒有比這個更殊勝 能夠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沒有比這個更精華 更意義重大的 沒有了 所以他天天就是這樣用功 沒想到 才幾天 他就告訴坦西法師 我過幾天我要往生西方起的世界了 坦西法師問他 還有幾天 十天 沒想到隔天又來告訴坦西法師 啊我可能 不是十天 明天我就要走了 那明天大家來為他祝念 沒想到真的告訴大家 欲知死至 阿彌陀佛來了 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你看他一生 以人無爭 以事無求 人家打他 罵他 侮辱他 怎麼樣對待他的 他就是笑嘻嘻的 而且沒有跟人家計較 看到人就 人家怎麼對他 他鼎里合掌 沒在意 人家是這樣修的 人家是這樣的珍惜 把握當下 要如何 珍惜這個生命的珍貴 你看他老人家 真的一直死至 是往生西方前途 那我們要這樣修 不要人家講幾句話 都在意了 人家講了一些批評的話 又不高興了 每一件事都在意 這一件事在意 那一件事也在意 在意到最後呢 一樣東西都沒帶走的 都帶不走的 那怎麼辦 所以尊敬的 最同修大德 在這個地方 今天也借這個姻緣 來做互相的鼓勵 時間一過 是回不來的 生命一得到了 那就好好珍惜 珍惜什麼 好好念佛 一切萬元 隨喜功德 隨緣妙用 你能夠隨緣 不去叛緣 那我們修行將來 往生淨土 那就不會有障礙了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在鍛鍊 慢慢的學習放下 慢慢學習 對一切的萬物 無論是什麼樣的境界 逆境也好 瞬境也罷 無論在怎麼樣的境界當中 你都在捨 你都在放下 不跟任何人計較 不跟任何一件事在意 都是隨喜功德的 你能這樣學佛 你這樣的念佛 那恭喜大家了 將來了生死出三界 那就非常的自在 像修無法師那樣 說走就走 說留就有 你說這樣的修行 比什麼更好 所以尊敬的追同修大德 今天呢 我就用一個簡單 給大家做一個鼓勵 希望大家 要提醒自己 像應光大師 每一天呢 都提醒自己 今天 是我最後的生命 我好好用功 該做的事 我去做 該念佛的時候 我念佛 明天起來 又一天 我也是一樣這樣做 天天就是這樣做的 不跟任何人計較 對一切事 對一切人也不起了执著 我天天就這樣幹 我的目標 我的方向 最主要的就是要得身進度 沒有比這個更重要 你能夠用這種心態 來修行 用這種心態來念佛 那你在這個世界上 是最幸福的 你這個世界上 是最美滿快樂的人生 將來離開這個世界 你會無障礙的 達到彌陀淨土去了 這個就是提醒大家的意義 今天為什麼要跟大家 分享這一段呢 就是要提醒你們 人生無常 佛法難聞 人生難等 謝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星期 再來跟大家做一個 簡單的鼓勵 祝大家身體健康 祝大家六十吉祥 最重要的 老實念佛 一切是許願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